调节静和处是这两个螺丝 同时后面对应还有两个螺丝 后面对应还有两个螺丝 这个和这个 对两个螺丝 整个滚轮座 整个滚轮座 整个座子前后移动 调节调节螺纹线 把后面螺母松掉 后面螺母松掉 前面螺母往前顶 往里顶 往里顶 往里顶顶紧 再试下一个 再重复 压紧 压紧 再转做记号 做记号 做记号 再转 转两个尖多一点 这是第一个尖 第二个尖多一点 好 松开 松开 再来看 这个尖对准的就是这个轮子的 它跟上面的模具 现在螺纹线 现在 已经 略微还差个 可能差 十丝左右 基本上就差的不明显了 还要 还需要进去 大概 五到十丝 这个位置还需要进去 五到十丝 这一圈 这一圈 螺纹线要形成一个黄形的 不会错开的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对一个 后面再松一点点 再松一点 再松一点点 微微的一点点就好 前面这个再进去微微的一点点 好 就可以了 再拿一个 压紧 后面转 转 转 做记号 这个尖尖上面做记号 这个是70点 一个尖尖 两个尖尖 多一点 好 再松开 看这个螺纹线 现在螺纹线 整个螺纹线一圈 看一下 好 整个一圈 它是头尾是相接的 整个一圈 头尾是相接的 整个一圈都是相接的 就是我们这个螺纹线对好了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看一下第一个 我们对比一下第一个 这个应该是第二个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对比一下第一个 它是错开的了 这个是最后最重 这个是成品 这个是成品 最后对好的 这个是成品的 它整个一圈螺纹线都是对好的 都是头尾相接的 这个是第一个对的 第一个对的 它是错开的了 错开的位置 看到没有 它有两条线 对好的效果是这样子的 对好的效果是这样子的 整个一圈 它螺纹线全部是对好的 这个是对好的 对好之后 你只需要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进刀 顺时针 进刀 慢慢进 螺纹就会越滚越大 直到需要的尺寸 就可以了 对好之后 把所有的这下螺丝 都要锁紧 这个螺 调到需要的尺寸之后 这个螺母要锁紧 这个螺丝要锁紧 就可以正常生产了 对好之后